這是我真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 一直有人跟著我 大家好,這是網狗 EVP這個東西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印象吧 從電影裡面華倫夫婦跟鬼魂溝通的劇情 泰國旅集團的奇遇 有被彈 甚至是現實中網友 實際與網靈溝通的狀況 種種的影像都讓我好奇了 EVP這個東西究竟真的這麼神奇嗎? 它的原理 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堅信人死後會變回非物質存在體 即平常我們所感受到的磁場能量 甚至是電流 像EVP這種設備呢 就能夠捕捉到鬼魂所產生的靜電干擾 或者是雜訊 即所謂的 錄影 既然今天我要測試這個EV的話 一定是要找一個非常多能量的地方 我們走吧 我現在來到了第一座墓園的入口 那在我們進去之前呢 畢竟因為墳墓啊 我們也得先尊重它的意願 所以我們要先來用 掛筊 來詢問看看 它有沒有辦法讓我們進去 規則使養兩張撲克牌 在入口處詢問 如果一陣一反連續三次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 反之 如果沒有連續三次的話 我們立馬換另外一個地點 好 OK 遵循老傳統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如果你可以讓我進去用EVP採訪你的話 請給我一個醒規 喔唷 第一個醒規 好 第二次 打擾了 如果你可以讓我進去的話 請再給我第二個醒規 第二個是醒規 好 來喔 第三次 如果你可以讓我進去的話 請給我一個醒規 怎麼會 哇嗚 我沒有想到 第一次就這麼順利 可能是 它的噪音吧 人挺好的 我們就 趕快進去 詢問他們問題吧 GO 往前進發 希望可以 錄到一些什麼東西 我真的覺得 這邊的 氣氛還是挺不錯的 不過有一個超大的蜘蛛網 這是一個挺自然的地方 你有聽到蛤的聲音嗎 我之前開天的那一部 就是這種 啪的聲音 很像 有人在走路 啪啪啪的聲音 嗯 而且是 四周都有 沒關係 我們繼續走 看繼續往上 會不會有 有沒有 像是果子掉下來 可是 又不像 就是一個很大的浪洞 我看到 上面似乎就是木啊 這個涼亭也是 怎麼一回事啊 去那個涼亭看看 這個涼亭應該是可以進入了吧 不好意思 打擾了 你們看後面 這也是蠻 很美妙的氣氛 上面有一棵大樹造頂 哇 OK 剛剛要開啟我的VP 這個氣氛 這個氣氛是蠻厲害的 然後到開始了 幾乎 我是可以再次把它勾發 我們現在問他第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這樣子冒昧的進來 我想請問一下你 我會不會打擾到你 如果會的話 我可以離開 或者是你可以給我一些表示 問完之後 一般都要等五秒鐘 看他的回答 他似乎是沒有任何的答應 因為他們說有的時候 你這個雜訊 要回家經過一些出閉 或許覺得聽到聲音 這組裝 也是挺可怕的 現在 好吧 OK 那我就接著問他 請問 你們這裡 有多少人 再往上走一點 下一位 請問 你是在天堂 還是在地獄 還是在地獄 我現在沒有引答 我現在沒有回合 我現在沒有引答 我現在沒有回合 好像有那個果子掉下來的聲音 好像還會再試試特別大聲 我不知道這台有沒有錄到 剛剛前面那裡 好像有發出 一樣那個果子的聲音 可特別的大聲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不然我再問一個就走 有點恐怖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 剛剛那個聲音 是你們發出來了嗎 OK 我問題問完 目前剛剛都沒有聽到任何的聲音 現在大概就還是這樣的狀況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 OK 所以我們回去確認看看那些視頻 看看有沒有錄到什麼東西 我會這樣塞一個塞的話 為什麼我要現在講 不等到回去再講 因為 這是我真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 一直有在跟著我 不知道 我停下來就沒有 可是我走 所以我現在在路的後面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我很煞有這種感覺 有沒有 總是有一個啪的聲音 也或許是不安全感吧 不知道 趕快回去 我們真的回去見 蠻恐怖的 掰掰 大家好 這是我們現在第二天的早上 昨天呢我把這裡面的記憶卡 取了出來 播放出來看看 看有沒有錄到什麼異音 結果就正如昨天晚上 在墓園裡面一樣 全部都是炸音 但是有一個點呢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的酷 網路上說 如果你回去進行一些壓縮降噪 或許可以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 欸 我想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我給你們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是我昨天錄的檔案 這個621-0121-04 就是 昨天那個裡面的錄音檔 給你們聽一下 就跟昨天我們在那邊 錄影的時候一樣也過 但是有一件事很酷 這一個 就是它裡面的音軌 你們可以發現 這些都是雜音 可是這些雜音背後似乎有 幾個特別突出的音符 有沒有 但是喔很酷喔 我先播放給你們聽一下 這些突出的音符 但是呢有一件事是讓我覺得有點奇怪的 給你們看 我們把這些雜訊的地方框起來 醬罩去掉 你們看嗎 我們再來聽聽看 剛剛我們說奇怪的 這 一二三條 第一條 有沒有聽到 我等一下再回放 我們是來放第二個 這裡它的開始音頻就有些變化 是不知道為什麼 訊號問題吧還是 然後接著到這裡就有一些差了 有沒有 然後第三個點就是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真的 非常奇怪 不知道要怎麼說 但是很明顯聽得出來 它說的應該不是人話 我是覺得第一個有點像 看話題 有這種感覺 不過也有 蠻有可能是我們自己想像 因為像我們在無線電通訊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被 附近的訊號台給干擾 比如說 FM電台 AM電台 他們也會有一些聲音 就被我們收進來 這個也都很有可能 會把這些 清楚的 無力固定源 再放到影片的最後面 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聽聽看 這三個點 也是蠻奇妙的經驗 所以 或許下一次吧 我們可以帶它到廢墟 或者是跟我的老婆 老婆我們好怪 不然 再把封印的惡魔都打開來 給我放看看 也或許會有一些收穫吧 好吧 OK那我們今天EVP的影片就到這了 相信以後 還是會用得上它的 也希望 日後真的可以錄到一些 也聽得懂的聲音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和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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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